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半导体厂用水方面 似乎在短期来讲有出现一点问题 所以包含像台积电 联电 甚至很多像世界先进的这些公司 都开始出动水车来开始载水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半导体厂的产能 生产线来讲 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利空消息 所以今天台积电盘中继续就被短期的卖压 把它压下去 盘中最低也跌过十几块钱 台股其实到昨天来讲 本来基本上都还能够守在五日线之上 还能够守在五日线之上 但是因为今天既然有关于半导体缺水的问题 所以加上台积电 联电这些股票 今天盘中也确实被短线的卖压往下打 所以今天的大盘指数 确实也跌破了五日均线 既然这个指数有跌破五日线的话 当然就以加权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方 尤其这些大型股 你稍微要注意一下 稍微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手上还有很多这一类型的股票 请你在短线上该怎么操作 各位你要拿捏一下 不过话讲回来 虽然说今天这个加权指数 因为台积电这些大全日股的下跌 造成这个大盘跌破了五日线 但是如果说回去看这个OTC指数 如果去看OTC指数 其实OTC指数 其实真正来讲的话 这个从开红盘开始 从开红盘那天之后 真正这个台股来 真正台股来看 基本上就是 我都跟我一直在谈 我说其实 整个的主流 在台股仍然会是在 中小型股票这一段上面 尤其当时在开红盘之后 我就讲 因为在封关前 很多内资的主力大户 因为基本上都陆续在卖股票 然后抽回现金 但是开了红盘 在开了红盘之后 很多内资这些主力大户 这些市场派 重新开始归队 这些人内资重新归队 基本上他们的操作重点 都是在那些有本质 或是前景看好的 这些中小型股票身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从开红盘的第一天开始 OTC那个地方 它的整个的涨势 它就是比集中市场 要强很多 其实OTC在开红盘之后 连续大涨4天 到了昨天开始短线上 因为短线毕竟是涨多了 最开始短线上做第一次的拉回 今天虽然说OTC 也随着集中市场 短线有做拉回 但是我们以均线的角度看 今天的OTC 其实它盘中的低点 就算以收盘来算的话 都还没有跌破五日线 所以就说目前整个的 集中市场跟OTC 两种形态来讲的话 其实差别确实是蛮明显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果然就入微国庆 当时从开红盘以后 跟大家所谈的 我说这个其实2月份以后 甚至跨到3月份4月份去 因为这些内支阻力 会重新成为台股的 真正的力量所在 所以你尽量去注意 终小辛苦这一边 所以就算到了今天 加权跌破了五日线 可是基本上OTC 还在五日线之上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确实它的位阶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而且各位 这个东西不但是 集中市场跟OTC的位阶 有一点差别 那么如果说回到个股去的话 其实目前个股的位阶 其实也有蛮明显的差别 其实你以到今天来看 因为毕竟 尤其像今天的盘 集中市场 确实它的震荡幅度是比较大 所以目前所有的股票 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成 有这个股票 目前的股价 处在三种不同的位阶里面 第一个就是今天的股价 还在继续创新高的 今天其实不少股票 其实今天盘中也好 售盘也好 其实还有在创新高的 另外就是说 前面涨了一波以后 前一两天 这个短线上有整理 反而今天开始 重新往上攻击的 这是第二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就是 到了昨天为止 基本上都还是蛮强势的 或者是说还在短线上 还在创新高的 但是因为毕竟短线涨多了 所以今天开始 有做第一次的拉回 重点来了 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如果这个股票 它是今天是开始 第一次做拉回 而你手上你有这些股票的话 这些拉回的这些股票 到底拉回什么地方 会是一个关键性的低点 观察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今天的节目 待会我会从这三个角度 来给各位做分析 所以各位仔细的看 其实我刚讲过 因为目前其实到今天来讲的话 有创新高的 有整理之后 重新开始又起涨的 有今天开始做拉回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必须 去仔细的检视 到底你手上的股票 是属于哪个位阶里面 我先从创新高的开始讲起 其实今天盘面上 有些股票创新高 而且各位还不是什么小型股 而是像面板的像友达 这些股票 其实今天 不论从盘中来讲也好 或是以收盘来讲 基本上今天还在创 这一波的新高 各位其实面板 面板的关于今年的利多 我想大家其实都很清楚了 因为从去年10月11月以后 关于像友达 像群创这种面板的利多 甚至跨到今年的利多 其实消息面都一直有出来 所以其实关于面板的消息面 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消息面不陌生 基本面又好的话 前提确定之后 回过头来 看的是操作面的问题 我跟我讲 其实股票的操作 我教大家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sense 就是说一支股票 可不可以买 它的前景怎么样 基本上是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 到底它的基本面 未来一段时间 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继续成长的 这样子的条件 它的产品 未来的需求 是不是有继续成长的 这样子的条件 这是第一个 如果一支股票 它未来的基本面 它的成长性 它的需求是很看好的 而且能见度很高 再来就回归到 所谓的实物上 在操作面 什么叫操作面 那这一支股票 基本面好 前提在那个地方 好 那再来回过头来 那到底这支股票 什么时候我可以买 而且重点是 任何的强势股 当它涨了一段以后 它一定到什么地方 会进入一次中断整理 那什么地方 中断整理结束之后的话 又是下一波 起来的开始 各位 在操作面上 你能够把这些强势股的 每一波 每一波 能够抓得住 那这样子的话 你做股票 其实会做得很轻松 而且你的获利就会很高 那其实 那回头来讲 友达了 各位 其实友达 关于去年第一次 在11月19号 前一段在11块 在我们潮流大表股系统 出现波段买讯 因为这时间比较久了 我不谈 但是重点 我跟他谈的是 这一次 就在2月1号 就在2月1号那一天 当友达的股叫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平台的整理之后 在2月1号那一天 在维国庆 我们会员的 潮流大表股系统 重新出现了新的波段买讯 当时在这个节目上 我就跟大家 预告了 我说各位 友达 经过两个月整理 出现新的买进讯号 有没有 当天我不知道 你看到赢家攻略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看的话 好可惜 友达从2月1号开始 就是这一波 从15块 一毛两毛那个地方 就是这一波 起涨的位置 好 当时2月初 先涨了几天 后来因为短线 涨了一段以后的话 进入短线的整理 然后后来 从开红盘之后 又开始往上拉 到了今天 盘中的最高点 已经来到19块 一毛五 各位 这种股票反而是 算是到今天 股价在创2月份以来 整个新高的 重点是各位 重点是 在2月1号那一天 当在这个节目上 我跟大家做预告 我说面板股 股价经过两个月 两个月整理 其实虽然是时间 是非常的长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人 这个在去年 差不多11月12月 当时因为关于面板的 利多消息是很多的 所以当时很多的人 你也进去 大概你有进去 买过面板股了 但是后来 因为从这个12月初 一直到1月底 这些股票 经过长达 将近两个月的横盘 所以当时在2月初 很多的人 已经忘记面板股 这一群股票了 但是在2月1号那一天 韦国庆 我又领先全资产上 率先预告大家说 面板股 整理完毕了 在我们电脑里面 出现新的波段买讯 各位到了今天 有达来到19块以上 算一算 也不过半个多月的时间 股价已经涨了25% 各位说真的 从开红盘到今天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能够涨超过两成到三成的话 其实已经算是很好了 对不对 但重点是 如果2月1号那一天 要是你没有看赢家攻略 你根本 你不预知说 其实面板股 已经开始重新 起了新的波段的话 各位 还是我提醒你一下 赶快现在 把手机拿起来 扫描这个红框 这个YouTube 赶快加入赢家攻略的订阅 一天当中 任何时间你有空 请你把当天的节目 打开来看一看 到底当天在这个节目上 大盘 产业 个股 微博性 我跟你做了什么样的预告 我都是事先预告给你 所以请搞不好 扫描 这个QR code 按订阅 按赞 然后开启小铃铛 好了 有达这些股票 经过半个多月 震仗走高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不当然了 因为第一个 因为毕竟它短线的涨幅 已经超过两成以上 所以今天在19块钱附近的话 微博性我有叫会员 先获利了一部分 各位 什么地方 一只股票可以买 之后涨到什么地方 微博性我一定会带着会员 带着会员 一定带你买进 到什么地方 可以先跑一部分 我也一定先通知你 但是当然了 因为目前它整个的 这个尤达的走势 还在波段 还在继续往上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没有出现波段迈迅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还留了一部分 跟它继续来做波段 各位 那尤达为什么 今天的股价可以去创新高 当然了 第一个对不对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不管是这个大尺寸 或者中小尺寸的面板 不管是这个电视用的 这个电脑用的 各方面的 其实目前的面板的需求 各种尺寸的需求 当然是非常的畅旺 我想各位 这一部分的消息 你其实你都看得到 但是另外是 为什么从2月份来讲 为什么这一波 微博信 我专挑尤达 而不是群创那些 来让会员进去买 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 因为尤达 它已经老早就开始布局 所谓的车用面板这一块 而且目前尤达 它已经是全球车用面板 前两大供应商 我就一直讲过 其实我从去年 我跟你预告 我说今年2021年开始 这个凡事 它的这个产品 能够跟车用 或者跟电动车 跟自驾车 这块有关的话 微博信 我比较喜欢偏向于 这种股票 带着会员进去 因为毕竟未来 电动车的 这个车用的东西 它的景气是走得很长的 所以从2月初以来 尤达出现买件讯号 我带着会员进去的话 面板股里面 我宁可集中在友达这个地方 到今天再创新高了 各位 重点就是因为 其实友达目净 也是全世界 这个车用里面 已经是前两大厂商 这是第一点 好吧 所以这个股票目净来讲的话 是今天还在创新高的股票 但是因为毕竟短线涨了一波 而且大盘在这里做震荡 所以我带着会员 先获利了一部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股价过去一两天 刚刚做过短线整理的 但是今天 以收盘来算 其实是在创破断新高的 里面有一只股票 很重要的一只股票 哪一只股票 嘉宁 各位嘉宁 昨天的节目你看了吗 各位嘉宁 尤其重点是嘉宁 在上个礼拜五 在上个礼拜五 1月19号那一天 也是一样 当嘉宁前面 也曾经大涨过一段 对吧 后来在1月20号那一天 在微微信 我们会员的股票 长坡大标股系统 出现一波的卖讯 我们嘉宁全部跑了一趟以后 嘉宁也经过 将近快一个月的整理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横盘之后 重点是在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在我们长坡大标股系统 重新股价 出现了新的买进讯号 重点是各位 隔天一开盘 在90块钱附近 如果今天我带着会员 就跳进去 直接开盘附近 就进去开始 加码买嘉宁 而如果这个地方 嘉宁我们就买了两次 但而且重点是 当天 当天在赢家攻略这个节目 上个礼拜五那一天 我就拿着嘉宁 我在跟你做预告 我说各位 嘉宁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之后 股价又开始突破了整理区 准备开始起飙 有没有 1月19号上个礼拜五 当天就拉了一根涨停板 隔天到这个礼拜一 涨停板 到了昨天盘中最高点 还在亮灯涨停 有吧 各位 同样的一件事情 如果上个礼拜五 如果说你没有看赢家攻略 那嘉宁三天三根涨停 要是你漏掉的话 那我还在跟你讲一次 赶快先手机拿起来 扫描这个红色 这个YouTube 每一天有空 随时打开来看一看 到底当天我跟你预告了 什么样的股票 尤其是那一些 刚刚突破整理区 刚刚出现新的 买进讯号的股票 无论如何 请你赶快跟上脚步 这个对于你股票的获利 是绝对有帮助的 赶快扫描这个YouTube 加入订阅的行列 好 但另外重点是 除了我上个礼拜五 领先全市场上 在赢家攻略 跟你预告说 嘉宁突破整理区 要开始起飙之外 重点是 因为它连续三个交易 就涨了三根涨停板 所以到了昨天的时候 这个盘中震荡以后 收盘没有收在涨停板 只收在113块多 对吧 而且重点是 它昨天还爆出一根量出来 来上去几张 有没有 昨天爆了蛮大的一根量 但是所以我相信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一看到说 这个股票开始爆大量 就开始紧张了 可是重点是 昨天在赢家攻略这个节目 昨天节目你看了 昨天在节目上 我还跟你讲了一件什么事情 我说对 我说嘉宁 短线涨了以后的话 确实有震荡 确实爆了一根大量 可是昨天在这个节目上 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各位 嘉宁这个爆大量 其实你先不用紧张 因为通常一般的人 做股票 一看到爆大量 就开始想说 赶快股票赶快跑 因为怕说爆了大量以后的话 会跌下去 可是各位 其实在节目上 我也在教大家 其实一只股票 爆大量 其实它所代表的含义 是有两种 一种 对 当然是阻力出货 当天利用震荡的方式 出货 爆大量 后面会跌下去 这是一种爆大量的方式 但是有第二种 爆大量的情况就是 因为它的基本面 它的前景 其实是非常的看好 所以 但是重点是 因为毕竟它短线 连续三天 就冲了三根涨停板 所以在这个地方 难免很多短线的 坐轿子的 或是这个短线客 到了某个地方 他一定会想下车 会想获利了结一趟 所以到了某个地方 也会出现到 这种爆大量的情况 但是昨天 我就特别跟你讲 如果说以嘉宁的 基本面来讲 而以昨天的量来看的话 我说过这个量 基本上 我倒不看坏说 它这个阻力在出货 我反而认为说 这一根大量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换手量 有没有 各位 昨天节目你看了吗 好 果然今天 基本上 整个成交量 马上就缩下去 不但缩下去 今天整个的股价 都还能够守在 昨天的上影线的区间里面 以今天台股 尤其以加权指数 跌成这个样子 很多股价跌得稀里哗啦 可是各位 今天加铃 不但盘中 都稳稳地守在平盘之上 甚至以收盘来算 还在创这一波的新高 各位 昨天我跟你谈了这件事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果然是如此 昨天跟爆大量 今天的股价 它不是往下杀 反而是还在 昨天的上影线里面 在做这个整理 各位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是类似于像这种股票的话 我说真的 基本上对不对 你爆在这个地方 你也没什么好紧张 但问题是 所谓的爆大量 爆大量到底内涵 是哪一种 你看不看得懂 那才是你在股票的操作上 你能不能真的能够 能不能真的 掌握一只股票的涨跌 那才是关键所在 对吧 所以各位 那加铃如果你有的话 那我也继续恭喜你 从上个礼拜五 我领先全市场上 在它突破真的第一根 我在节目上给你做预告 到了昨天震荡 我告诉你说 你先不用紧张 各位 所以来讲 一个分析师 能不能带着你 这样让你稳稳地 把一只强势股 这样子一波一波这样做 我想这个东西 有跟你做过预告 我想这个 一个是一个分析师 真正的实力所在 不过当然的话讲回来 今天有一类股票 毕竟到了昨天涨多了 所以今天的短线上 有拉回 各位 今天的同志 打了一根跌停板 打了一根跌停板 好吧 我想各位 其实同志这个股票 也许我相信很多人手上 你也许你还有这种股票 但同志今天打了一根跌停板 我相信很多人心里 你会非常的紧张 打跌停板 好像世界末日到了 对各位 同志毕竟从开红盘到昨天 基本上 他都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形态 对吧 那重点是 当今天的同志 打一根跌停板的时候的话 那再来同志怎么看 他要起跌了吗 或者这一根跌停板 他也是一样 会类似于像前面 它是一个震荡洗盘 一个甩轿子的动作 到底这一根黑棒 这个跌停板代表什么含义 第一个各位你注意一下 当一只股票 股价在回的时候 都是投资人最紧张的时候 好 但是各位 我就告诉各位 通常股价再回的话 再来你要注意什么东西 就是微波性这个最关键 目前最先进的指标 大幅线对吧 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同志打停停板 可是你看 目前同志的这个 这个关键的大幅线 就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你同志有一点点 所以同志明天以后 是一个最关键的观察的位置 尤其各位同志 因为最近一直在分盘交易 他从明天开始 会恢复正常交易 所以各位这个地方 所以明天来说的话 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今天微波性 我一样 我率领先权 我率先提醒你 你去注意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如同之前 股价在回的时候 什么地方是一个关键的所在 今天微波性我也告诉 而且各位 全市场上 只有微波性的大幅线这个指标 可以预先告诉你 未来每一只股票 它的关盘 它的高低点 那个转折在什么地方 请你注意这个位置 各位 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分析师 一个真正有单纯的分析师 绝对什么关键 都事先讲给你听 不会是收了盘以后 来节目上 给你看读说的故事 好了 各位 目前你的股票在什么位阶 你自己注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不了解的话 那赶快打电话进来 让微波性 我帮你做诊断 或是赶快 对不对 跟着操作 另外不要忘记了 少卖这个QR Code 加入电视的行列 所有的东西在重点 我都事先在节目上 会预告给你 保持好机会 另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下回来再说 你的虽真功夫 是从何所学 能隔空取名 至少练了术 为云哲月替创的人 就是你 没错 是你 没死 可是你很快就会死 周一至周五 晚节八点至十点 丝丝皮划润后堂 锦衣之下 我是医师林志豪 年龄健壮的你 想保持思绪清新 不打劫吗 我的阿姨 跟你有一样的需求 请请不要跳了 请请坐好 例如常交错名字 不要跳了 跟我约好看诊却没来 是今天喔 我以为是明天耶 自己收的东西 常找不到 怎么有钥匙 想改变这些状况 保持机灵反应快 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我推荐最熟悉的老朋友 白兰市一家生态精华锭 它含独特的精粹生态 是白兰市十年研究成果 或十五国专利认证 经科学实证八周有感 让你思考敏捷 表达流畅 独立自在 手铃朋友的思绪健康 放心交给白兰市 白兰市一家生态精华锭 现在订购五天份体验价 只要299元 快拨打0800-864-080 泳城国际投顾 秉直诚信 专业 客户至少 零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硬软体设备 支付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精益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零物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零物投资的独二选择 永城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城国际投顾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比特币冲破历史新高 加密货币在先狂潮 是投机还是避险 火星驾驶来自台湾 台义工程师如何在火星上开车 周六下午五点 请锁定中是新闻台 地球哪端 你父亲的定运军 若能兵不渗认地收响 顺带解决成一只翅膀 那本王给你种不住的手 你别怪我 而女儿只是要 洗面的活着 周一之中午晚间十点 浮瑶 各位 一个分析师 有没有真正赚钱的本事 有没有实实在在 带着会员在操作 凡事都是从这个分析师 能不能跟你事先做预告 这是唯一给你验证的方式 友达今天 不论盘中或是收盘 还在创这波的新高 可是2月1号那一天 我相信全市场正常之后 在跟你讲说 友达这种面板股 已经股价突破了两个月整理区 准备开始起涨 尤其透过我们 超过大标股系统 电脑透过大数据 直接算出来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买进讯号标 股票这种东西 哪里可以买 哪里该跑 我说一直讲 这种东西都不是 你的人脑猜得出来的 我有透过大数据 透过最先进的方式 直接计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一天 我可以领先全市场告诉你说 友达整理完毕 准备起涨 今天还在创新高 加龄 一样上个礼拜五 我领先全市场上 跟你讲说 加龄股价突破了一个月整理区 准备开始起涨 上个礼拜五那一天 我不想要你们看人家攻略 没看的话 赶快加入订阅 加入群组吧 上个礼拜五 我领先全市场告诉你说 起标 三天涨了三根涨停板 就算昨天震荡 我还告诉你说 我说这根大量 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很有可能只是个换手量 今天股价 以收盘来算的话 果然继续创这一波的新高 但是反过来讲 就因为一只股票 短线出现到这种 沙盘的这种走势 我也第一时间 我先给你做提醒 股价有回 最关键就是 透过弱线这条最先进的大幅线 你更清楚的知道 到底这个股价的回 到了某个地方 它是一个短 反而是一个短线的低点 或者是它真的会跌破 这条转折线 而成为后面要进入修正 尤其同这种股票 这种大标股 短线上涨多了以后的话 今天是有回 那再来明天开始的话 请你赶快注意 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 各位 其实不要说同字了 如果你是手上的股票 不管这一两天 你的股票确实有在回挡的话 我想各位 那你更需要用 维国倾的长头大标股系统 用大幅线来帮你的股票 你最好去测定一下 那你的股票在这个地方 还是守在线之上 还是有跌破线 各位 那这个更关键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赶快把握这好机会 所以更好维国倾的脚步 记得订阅YouTube 或者是加入群组 每天在节目上 都会第一时间 在群组里面的话 会把更详细的资料告诉各位 把握这好机会 今天到此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